堆滿雜物桌椅上 幾乎看不到空位 高臨場被獨自居住在公寓內 沒有兒女的照顧 在歲末年終時 前鎮區公所會同華山基建會 來到這裡關懷訪式 今天我們這個張先生 他是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 那一個人是住在 這樣一個環境裡面 那我們公所 那當然是趁這個機會年節 那當然幫長輩 把所有的環境整頓一下 讓他好過年 公所的替代翼彎下腰 要幫阿公刷廁所的屋次 踮起腳尖 清理廚房 之類依舊的誘購 這樣的生活環境 替代翼們看了也相當不捨 希望能用自己微小的力量 來幫助長輩 因為之前都有那個 幫忙家裡打掃家務的習慣 所以就是看到 像阿公家裡這麼亂的話 我會忍不住的想要 就是幫他清理這樣子 之前在阿公阿嬤家 他們沒辦法去 自己他們的身體 就是打掃之類的 有時候會幫他們打掃 他們房間廁所或是客廳之類 幫他們整一下環境 所以我知道要怎麼去清理去清潔 把那個最好的環境給長者這樣子 感覺很開心 如果把我送得很清潔 稍微整理過後 客廳總算是看了間地板 而替代翼也持續動手整理 為了獨居長者的安全 公所甚至送來了助警器 並且幫阿公安裝好 希望以此能夠保障安全 因為長輩家有時候會囤積太多的東西 那除了就是一些蟲害的問題 還有動線 那很容易半島跌倒 然後另外就是剛好也是 藉由這樣這個機會 那公所也跟長輩就是宣導一些 那個火災的事項 然後有製政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些對於長輩的一些 平常的生活 他們的我覺得都是一種 在地守護的感覺 我們也幫長輩裝了鎮煙器 就是住宅警報器 希望能夠保障我們長輩 居家的一個安全 年節快要到了 這麼多人來到阿公的家裡 給予幫助和關懷 阿公心裡是相當感動 希望能有更多人 共同發揮愛心 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林嘉義高雄報導